唐市原本的第一大礼会来里稳坐五年宝座 不过从111年开始被北屯铺子里超越 铺子里挤身为台中市最大礼 里长董明成表示 从99年开始人口飞快一入 大多以年轻族群居多 就连铺子国小都受到加持快速增搬 里长争取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并加涉国中让教育的问题得以连贯 北屯区的铺子里人口超越西屯 会来里现在成为本市第一大礼 市长卢秀健带来喜讯 北屯的铺子里成功几下 蝉联五年人口冠军礼会来里 成为了目前台中市的最大礼 人口数为一半9794人 不过里长在坦言倍感压力 事务所说我们已经超越西屯区的会来里 多了177位 所以压力又一直大起来 就是这样 为什么说压力大起来 因为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服务也越多 台中市的最大礼 105年是乌至久德礼 到105年底交棒给西屯会来里 而现在义主由北屯部子里来登上宝座 林少爷表示 也未来的年轻族群最多 预估到今年底前 人口还会再快速上冲 而部子国小也不断的增班 所以争取加设国中来提升教育环境 现在部子国小因为就已经增到10班了 10班以基本人数就有300多位 300多位你没有争取一个国中来部子里 现在因为我们学子也是要就地就学 从当里长到现在99年到111年 可能到今年年底的话 那个户数可能会超破万 现在已经变成蛋黄区了 现在变成蛋黄要因素 我们会更加强建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三年高峰期 下了四五百亿的预算 就是在第一大区 部子里瞬间要升为台中第一大里 所属的北屯区也是台中第一大区 在生活环境的营造 也得要快速跟上 才可以让移居名符其实的移居 这链加话台中才放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这是�子